随着时代的发展,如今整容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,而在整容业发达的韩国更是如同家常便饭,不是人人都天生拥有一副好皮囊,许多明星为了张静好看都会选择整容,然而变漂亮后竟还有这样的困扰。 近日,韩国女歌手红真英前往瑞士工作,不料途中却被海关拦下,原因竟是本人与证件招差异太大,what?真的有差那么多吗? 众所周知,出入境都需要经过严密的审查,当日抵达瑞士的红真英,也按照惯例进行入境审查,然而当工作人员拿到证件照进行比对时,脸上写满了疑惑,似乎的思考着什么? 一旁的红真英看出了工作人员的心思,竟大方坦诚道,因为我做了脸部升级,所以有些不一样,随后海关终于放行,红真英也顺利入境,小姐姐也是Rail耿直了,是很佩服你这样的勇气。 其实这也不是红真英第一次承认整容了,在早前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,她就大胆承认自己整容的事实,并表示自己一共整了三次,动了两个部位,甚至还公开了自己为整容前的学生师带照片。 今年33岁的红真英不仅拥有超强的演唱实力,偶尔还会出演电视剧,因此俘获了不少粉丝的芳心。 除此之外,她竟还拿下了贸易学博士学位,真英了那句话,不想当学霸的演员不是好歌手,俗话说得好,好看的皮囊切片一缕,有趣的灵魂万里,挑衣,红真英外表鲜美可爱,性格更是招人喜欢,平日里大大咧咧又爱撒娇,就连老虎金中国都难以招架小姐姐的魅力。 话说回来,最近真英欧尼和中国欧巴的爱情线,好像一直没有断过,不过两人也都躺成对方只是好朋友,无论如何,在此还是希望他们,都能早日遇到那个对的人呀。